海洋公園 親親海豚 VS迪士尼 無鬼車 喂 你拍甚麼? 為甚麼拍我? 他拍我而已 幾位幾位 請冷靜一點 嚇到小朋友就不好 鸚鮑的寶寶一出生 就會吃這些蛋 例如乾糧、生果 可以親手拿著鸚鮑蛋 又可以近距離看牠們 接下來就有機會了 海洋公園月尾就會推出高清動物園 還會破天荒第一次開放 照顧海豚的後勤基地被人參觀 不只可以看到牠們U字形磅重 拆牙仔 探熱 還可以看牠們如何訓練 這個海豚研究中心在09年落成 住了大小狗條準備海豚 每天會做三場表演 但開放之後 會不會影響牠們呢 會定了數目在這裡 就不會影響到動物 還有我們的動物在這裡開放 其實是說開放給人來看 不會實際上不停地要牠們做事 好吸引 遊客只要在這段時間 捐30元或以上給牠們的保育基金 就可以參加了 要搞搞新意思的又怎會沒有牠份呢 迪士尼全新園區迷離莊園 五月中就會和大家見面 聽個名字是否玩恐怖東西 沒有啦 這裡絕對是無鬼兼無鬼呀 嘉欣遊客玩的時候 會坐著隔 用射頻辨識技術和Wi-Fi控制的無鬼車 自動Random開去13個不同場景 每次條路線都會不同 再配合4K超高清頭影 氣味和聲效 保證會試到從未感受過的5D場面 迪士尼說 雖然駕車是無鬼兼自動 但感應力超強 就算是一滴雨水或者是著事 都會停機很安全的